拿来了两个国宴级别的松茸王啊 价格不沛 你在这里工作了七年 工资会比外面高吗 铁板烧里边我至今为止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做法 真的我觉得今天的铁板烧的好吃 是在我预料之外的 人生在世掐尺算 天润不想吃午饭 最后不知吃啥好 我们想的铁板烧 那这个铁板烧啊 不就是把那块板烧热了之后 再把食材放在上面给弄熟吗 为什么他妈家要卖到2000块钱一个人 2000块的铁板烧到底都在吃啥 哎呦为啥那么贵呢 今天紧张先替大家试试去 走 开在一个楼里边别墅里的铁板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环境啊 我们点的是今天老饕 什么宴 老饕香宴 饗宴 老饗饗宴 不吵 哎 你其实网开了想 这个铁板烧啊 不就是把那个锅子给你砸平了之后来做吗 那这不也是炒菜吗 对啊 那你吃过最便宜的铁板烧是多少钱 最便宜的铁板烧 你知道你以前那种路边的什么狼牙土豆豆腐 几块钱一大碗那个 大家应该都吃过吧 吃过的朋友扣个1好不好 反正都是铁板烧出来的东西 对啊 看看这个能搞出什么名 啊 哦 大厨来了 你好 大厨你好 Eddy Eddy你是台湾台北的大厨 先给他说一下 这个是我们因为整个套餐里边还有前菜啊 刺身 他们在用的三文鱼是用的帝王龟哦 这个是三文鱼里面最好的 其他的几个大家应该常吃了 抹蛋虾 狮鱼 竹甲等等的 哦 这个钱呢是一个军菇组合啊 嗯 这是十令的军菇 尝个松茸啊 嗯 松茸本人的味道非常强烈 没有怎么调我就撒了点盐嘛 对 竹酸啊 太大了 哇 都是水 刚刚大厨给我们去后厨 拿来了两个国宴级别的松茸王啊 价格不菲 大家一起尊重力好不好 咱们点赞 15万 来搞这两个国宴松茸尝尝 很合理吧 呃 是是 这是我们的汤 是用龙虾肉和壳一起熬的汤吗 对 我那个小舌头都像从嘴里出来了 超级咸这个汤 有一点咸 这个是五斤的海鲜啊 哦 金鸡鱼跟后轮 哦 哦 它 它还在冻吗 那这个奥龙用铁板的做法 跟一般外面烤奥龙啊啥大鱼 就是蒸啊 铁板上的区别就是 一般的就是整个车是蒸嘛 它其实少了一个香气 多味 但其实铁板超最大的魅力 并不是我所喝的一些 就是今天这个食材就在我们面前空调 我们可以很快让客人可以吃到最好的食材 哇 这个肉 我还放了芝士片 不建议的话可以教各位一个特别的吃法 哇 虾膏跟我们的芝士充分的拌匀之后 把虾膏和芝士淋在肉上 啊 这是我们的酱汁 哎 这个吃法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到 再蘸这个蜂蜜键膜 嗯 又有虾肉本身的那个弹劲 又有它帽子里边的柔软 再加上那个芝士也会有那种脂肪的味道嘛 吃得我整个人颠沛琉璃来的 好吃 我那最整机奥了 大概在一斤块 单点的话你就一千块左右了 可能这一道菜是今天这个套餐里面最贵的 Eddy 你觉得在家里面 你家里应该是用锅子做菜吧 是 那你觉得用锅子做菜和在铁板上做菜有啥区别 区别也都不大 很大的区别 非常大的区别 我们这个铁板要两公分厚度 大家看这个温度可能没什么 其实这个温度它可以到了300度甚至到500度 厚度这么厚它才可以吐出到这么厚的味道 它可以把水分都锁在里面 哦 牛肉腿啊 今天就可以做个小插曲 那为什么会想要突然参循呢 因为我们的每次来的食材不一样 像我们会给一些老客人 提供一些额外的服务 改变我们的做法 他可以吃到 诶 怎么这次也再上去不一样了 这个是蓝黄鸡蛋 然后做的温泉蛋 Eddy特制的雪花和牛卷蔬菜 这道菜最精妙的地方是 肉里面把那些食材的温度紧紧的保温在里面 这个温度太美妙了 牛肉比较薄比较嫩 又浇上了那个蛋黄 再加上里面的那个蔬菜很脆 评价下这个菜 好吃 好吃吧 你本以为你吃了这道菜之后 是你征服了牛肉 到最后你却发现 是那个牛肉和鸡蛋结成了联盟 把你给征服了 被反杀了的感觉 笋色拉 笋色拉是吗这个是 对 我不知道大厨有没有看过杰哥 好 嗯 大厨 你在台湾有没有看过这个宣传片叫杰哥不要啊 没有 哈哈哈哈 知道这个灯短狼是什么意思吗 灯短狼 从一个小男孩 成为进化了一个成为 哈哈哈哈 冷笋加冰沙 中场 小休息 我以为你能说这个啥来 我讲什么话大家都很喜欢 屏幕上飞满的喜欢 是吗 那你现在告诉我屏幕上飞满的什么 飞满的灯短狼 真的我觉得今天的铁板烧的好吃是在我预料之外的 收钱了没 没收钱还自己花了钱 现在再给我们做的是荆棘鱼啊 各位荆棘鱼是一个非常珍稀的这个日版海鱼 一个深海鱼 那Eddy你在这里工作了七年 工资会比外面高吗 反正我们一般的师傅大概到一到二嘛 一般的师傅 大家听懂了吗 这可不是一般的师傅 这是师傅们的头 我们叫制下烧 制下烧 这个相当于上下两层再给它加热 铁板烧里边我至今为止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做法 又保持水分又增添香气 这个是你想出来的吗 对 哇 那我今天做蒸鱼鱼啊 嗯 它在下巴上面的肉格外的多 而且油脂非常丰富 与此同时呢 大厨现在开始给我们料理 荆棘鱼的鱼身 哇 你看那个鱼肉在膨胀起来 这个油真的是多到一直在往下滴 这一条荆棘鱼得大概多少钱 好像是九百八 好 谢谢 吃完鱼头吃鱼尾 大家顺风又顺水 吃完鱼尾吃鱼身 大家四季都安顺 送给大家 嗯 我跟你讲 你就根本想不到你在吃一块鱼肉 它这个皮下脂肪 脂脂率是相当高 有一种在吃小笼包的感觉 就是它最外面那层皮 因为已经给你煎脆了 就像那个小笼包外面的一层皮衣 里面裹着是啥呢 就是这个鱼的鱼脂肪 这个油脂就像是小笼包里面的汤水 对 油是真的油 贵也是真的贵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吃的 最高等级的A5和牛菲力 这个A级别是日本炖牛肉的平级吗 A5是最高级的 可以理解为M9 M12 大厨我们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同样是铁板烧 那有的可能一般的铁板烧就几十一两百 甚至有那种路边的就几块钱的 为什么有的铁板烧我们今天来吃 它可能2000一个人呢 无论任何的行业 它都有平价中价跟高端的 但是食材不一样 记忆上不一样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对这个食材的心意 那客人可以感受到 比如说不是吃这鱼本身的价值 而是我们很多外在的布袋价值 让客人可以感受到我们对这食材的用心 这个我觉得才是高端应该要有太平衡 其实你说记忆方面我今天有感受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关于那个龙虾怎么吃更好吃一个事 还有就是刚才经济鱼 底下是铁板上面是备长弹烤的这个方式 确实是今天给我有一些新的感受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鱼粒海胆 这个是浇在牛肉里面的是吧 对 这一盒反正三十千块 我们只要收回我们成本 客人就可以尝鲜到一些顶级食材 也不容易够 来都来了 就试一下 因为这个拍卖集的鱼粒海胆 我是早有耳闻 搭配A5级的和牛 顶级食材之间的碰撞 把牛肉叠在了牛油上面 是 我们叫食肉 饧肉 譬如说我们刚刚想吃三分熟 很多个概念三分熟是什么 七分的生三分的熟 这个叫三分熟 其实这个菜叫做半生不熟 那所以三分熟的您的定义是 整体是三分 它不存在生牛肉 因为牛肉很厚煎不透 所以采用了这么一种蒸带熏的这么一个方法 使它整体达到我们要的三分熟或者是五分熟 这个说法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先来一个牛肉 因为我们到晚还有加上海胆的 加一点它配上的这个白松露盐 天呐 太嫩了 这个牛肉 哎呦 真的很嫩很嫩 你很难想这是肉的口感 就像是一块猪肉串到云朵里面去了 哇 它好比喻去 最顶这个牛肉加最顶一个海胆 绝了绝了绝了 A5和牛鱼子海胆加上八年的鱼子价 你原本以为这三者会在你口腔里形成一个三足鼎立彼此纷争的局面 没想到在铁板烧的火力加持之下 三个人在我的口腔里情色和鸣 我忍不住发出了低喉 这个牛肉真的您做得非常好 到了主食环节了 野生菌菇蛋炒饭 配上了前面那只龙虾吗 那只龙虾可是被榨干了 它剩下的肉就被熬成了这碗味增糖 我觉得可能是用炒饭蛋给我们加的多碗 有点湿软 稍微干点也可以 米饭可能稍微差点意思 而且味增今天也稍微有点咸 咱们这段一共是吃了4593%的服务费 大家觉得值不值呢 真心的讲 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铁板烧 大厨的用心我也是真的能感受到的 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了一切三连续队 我们做的支持动力要谢谢你了 拜拜